注意看这个小哥正在学习,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育婴专家,当然为了避免柔弱的宝宝们受到伤害,贴心的歇目组,特意将本次的宝宝换成了下面这位壮汉。 从小哥的脸上不难看出,对于这个给自己释手的宝宝是相当的嫌弃,当然为了能够尽快地掌握育婴技能,小哥一忍再忍地开始了自己的宝宝护理第一课,宝宝期待清理的学习。 看到这里,熟悉垂垂综艺的小伙伴,肯定知道这是哪部日本综艺的桥段。 这里垂垂埋的棺子,综艺名称就评论区问我吧,再到宝宝护理第二个,笔扎清理,面对未到如此大的宝宝,这小哥还扛得住吗? 吸出来的瞬间,小哥彻底放弃了自己要成为一个育婴师的梦想,转头又打算学习,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钢肠科医生了?只是对于初次初诊就遇到的痔疮难题,小哥的老毛病似乎又犯了。 看来小哥这容易该有的毛病如果改不了,这不论是做育婴师,还是一生都是无法实现的梦想。 好了,这是垂垂今后打算加入的新的综艺片段预告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留言告诉垂哥,我们下期见。